最近比利时一名农夫在农作时 搬动了土地上的一块石头 却意外重化法国与比利时两百年来的边界 导致比利时领土扩大 法国面积缩小引起轰动 一块原本被放置在树下的石头 可能是挡住了一名比利时农夫的义饮机去落 而被搬动了2.2公尺 这个举动意外扩大了比利时领土 因为这是一块边界标记石 当被搬入法国的罗克河畔布希尼市之后 形同重划两国两百年以来的边界 该事件由一群法国历史爱好者 在法国这一侧的林地散布时发现 立刻在两国之间引起轰动 面积变大的比利时 爱尔克利纳自治市 市长拉沃则是不希望该事件上升到外交层级 比利时打算其农夫将边界石移回原处 否则将面临刑罚 法比两国目前的边界线长约620公里 是拿破仑与比利时滑铁罗战败的5年之后 在1820年签署的《克特雷特条约》中划定 而这块边界石的历史 可追溯到1819年 当时边界首次被划定